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无极天游记 主著先佛为继功活佛 第三章 养心排解修直观 祭佛将 诗曰 蔫具发诗情 清风捧酒清 登台成醉星 骚客善演声 痴声出来吧 弟子功见恩师 祭佛随即摘下如骆驼样的法帽 帽子犹如活生生的动物般在空中跳跃 可真神奇 这次换成骑帽子出游了 您老全身都是宝 真令弟子羡慕 不算什么 连老那一根汗毛都可以当成工具 想不想试试啊 知道您老神通广大了 下次再换唤心口味试试 神通有用吗 二人骑成法帽朝天际而去 神通怎么不好用 像您老可以变化出种种宝物 而且可以窥知过去 未来对于弟子这样凡夫俗子来讲 那可真求之不得 神通不过是富家贫 还是以修心为要 不然很容易跑去邪魔歪道的 何况神通不敌业力 嘿嘿 这道理弟子知道 是不是以前牧连尊者堪称神通第一 下地府救母 虽然带了食物让他妈妈食用 不过却都卡住在喉咙焚化掉了 不赖吗 还知道点故事 修难冒 众恩师教导有方咩 又是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弟子可是肺腑之言呢 您老抹杀弟子一枪真诚了 对了今夜到哪里去游览呢 不知道耶 哪有人不知道的 前翠打道回府 哈哈 小小子 现在是骑虎难下咯 要回去自个儿想办法 哎呦 到底去哪里了 就看你做了多少功课再决定咯 想听实话还是谎话 不听废话 无奈冒 实话是没有 因为您老都不跟弟子提点一下 该去拿找资料好来问您 喂喂 你们堂中人才积极 许多资料都在众贤身上 自个儿不积极点到怪其老那了 弟子岂敢怪您 只是一时忘了 要不弟子传授点心法 让多点师兄姐一道出游 岂不省事多了 好呀 就尽想偷懒的方法 瞎机有那几句心法就可以完成了吗 真是异想天开 若非人师 先师 心法 天命 种种姻缘忌讳 想完成通天灵笔 根本不可能 唉 弟子只好认命了 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 真不知如何教训起 由此天命得来不易 贤身还是傻傻的修 认真的做 上仓不会亏待你的 是的 弟子也别无所求啦 只是最近扶卵玩都蛮累 这还不简单吗 旋即以右手搓了搓左臂 腋下即肚子 来来来 这颗黑药玩赏你 嘿嘿 弟子不敢恭维 您老知不知道卫生观念啊 老那不嫌你脏 还怪我没卫生观念 将破扇朝圣化笔脑勺打去 双手扶了一下圣化笔的透 咕噜一声 黑药玩即落入其口内 咳了一咳 哇咧 弟子务实来路不明的要完了 哈哈 别人要还得不到 你这小小子还拿巧 咦果然精神好了些 哼那还用说 感谢恩师的赏赐啦 今夜去哪总可以说了吗 用说的太慢 自个儿看看吧 养心室这是在哪儿呢 还用说吗 当然是无极天无极正道院中的养心室咯 不过这边还属外院 说到内外院到底怎么分别呢 弟子到现在还不大清楚 内外院可以用位置来说 内院在无极天 也就是天外天 外院在礼天 若以法而言 内院属于修无违法 外院修有违法 听无 弟子回去教稿再推敲推敲 不过有一点弟子不明白 无极天不就是礼天吗 哪还这么多分别呢 礼天在无极天中 比如台中是不是分有南区 北屯区等等 而这些区域都在台中室中 欧俄 原来是地狱的范围 没错就是这样 养心室中走出一位小道童 分别蓄理寒暄 敢问大仙 此处有何功用呢 都能来到礼天了 还需要养什么心呢 贤生有所不知 不论人或仙佛都应三行无身 而本室具有特殊磁场 供仙佛静思及与凡尘修子沟通 沟通什么 哎 还是用看的吧 三人于冠进养心室 只见许多仙佛禅 祭佛随手一挥便 由其中一位仙佛头上冒出一个画面 这位仙佛漂浮在半空 底下躺了一位男子在睡觉 一不是在睡觉 睡觉哪有人口中喃喃自语 四肢还有频率的抽动 这男确实在睡眠的状态 而此仙佛与其有缘 因而视险其修行阻碍 必一早脱离难关 既然有缘 就去帮助他呀 不都说神通是附加的 无济于事 当此男遇危机时 略施神威不久顺利度过了吗 神通不敌业力 况且以神通助之 恐怕此男已是而断了道根 对呀对呀 况且以神通胡乱助人 岂不是飞颠倒 不仅无法使人精进 还恐使其物入魔道 哦那这位仙佛便是在 检讨其做法是否恰当 以点化让他身体力行 排解磨难啰 不仅如此 还要观看其点化 是否达到良效 原来养心是不仅养了 仙佛的心 还要养使人的心哦 贤生所言甚是 照这么说来 到了无极天无极正道院 外院的仙佛 还是在普化世人吗 仅以道根深厚且有缘的 才有这样的机缘 懂了就打道回府 道同送了师徒 选种建议回至堂中 头体去吧 恭送恩师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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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